我问你们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一个人如果他能买得起四百万的房子 那么你觉得他能买得起一万块钱的包吗 问你说还真不一定 在查稳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姐姐 她刚花了四百万买了一套房子 但是她自己本人却不舍得买一个一万块钱的包 我就想到我老公刚刚创业的时候没啥钱 但是呢我就看上了一件衣服 特别贵将近一万块钱 然后我就不舍得买 因为当时我们所有的钱都投了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 当时我老公也在旁边 我就说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攒钱争取三个月 我要把这件衣服给拿下 我老公当时就说我必须满足你 公司都开了我还差你件衣服 十天半个月咱怎么着还攒不了一万块钱了 很多人在面对一些奢侈品的时候 他们总会想 谁还没有一万块钱的存款了 谁还买不起个奢侈品了 我们只是不买而已 其实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可能对买得起这个词有误解 我觉得能买一次不就要买得起 能够一直买才是真正的买得起 我想说的是我们总是想通过一些消费品来走捷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说因为一件衣服 因为一个包就跨越了阶层 就变成了那种人人都羡慕的人了 相信这种谬论的只是那些初中生 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我觉得更应该管理自己的欲望 其实你想一想 有一些所谓的欲望真的就是不该存在的 如果你不去管理自己的欲望 你就会永远永远都有那个你买不起的东西 你就这一辈子都是一个消费的陀螺 会一直转下去